各位朋友好,这里是小民之心新闻点评 今天是12月1号 小民之心网站开始试运行了 欢迎大家前来浏览 昨天江泽民死了,这次是真的死了 中共中央以及人大等机构 共同发出了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 给予了江泽民极高的评价 称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 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等等等等 江泽民一直是一个充满争议性的人物 也是一个长期处在舆论漩涡中的人物 此前已经多次传出他的死讯了 他的每次死都会引起舆论的高度关注 虽然他已经退休很久了 然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 他的存在一直都不可忽视 甚至他的影响力被刻意的夸大了 说来江泽民可能是历届中共领导人当中 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一个 也是中共历届领导人当中 对西方文明最为了解的一个 然而他作为中共的最高决策者 在历史的关键时刻 并没有能够做出适应时代发展的决定 而是去维护了中共的独裁统治 这就注定了江泽民最多只是一个中共的大人物 而不可能成为伟大的人物 正是江泽民对中共独裁统治的维护 才使得无知无能无耻的习近平 有机会成为中国的独裁者 有机会祸害中国 事实上江泽民的时代早就结束了 只是人们评价江泽民时代的标识 却一直都在变化 结论因此也在发生变化 又已经二十多年来 尤其是习近平上台这些年 中国的政治日趋黑暗 江泽民的形象 因而也变得愈加高大了起来 甚至因为江泽民统治时期 对言论的管控相对比较宽松 而让不少的人开始怀念他 甚至赞扬起他来了 这实在是荒唐 作为被压迫者 我们无论如何 也不应该去怀念一个压迫者 即使他比后来的压迫者要和缓一些 我们永远都不应该忘记 自己被压迫者的身份 江泽民统治中国这十多年 确实对中国的走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今天的一切 无论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 无不留有江泽民的痕迹 网上有一段 2009年江泽民在原机械工业部 第二社研究院的视察的影像 江泽民对自己担任总书记 做了一个简单的总结 他表示他只做了三件事情 第一 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第二 把邓小平理论列入党章 第三 就是三个代表 江泽民提到的这三件事情 基本上确立了中国的经济走向 江泽民时期 中国的经济获得了高速增长 特别是在他任期之内 中美两国就中国加入世贸 达成了协议 并在2001年11月 正式加入了世贸 抓住了经济全球化这个时机 为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 高速发展 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 当然 中国经济能够融入全球化的基础 却是中共的前总书记 赵紫阳打下的 江泽民自己有一个形象的说法 叫闷声发大财 中国的经济在江泽民时期 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中共 确实获得了极大的财富 江泽民的权力和地位的提升 和巩固 极大的得益于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和中共实力的迅速增加 江泽民统治中国那15年 给中国带来的负面影响 要远远超过正面的影响 留下的恶果 要远远超过他留下的成就 最严重的一个就是 让中国走上了权贵资本主义道路 导致中国成为世界上贫富悬殊 最为严重的国家 尤其是 中国经济改革的成果 都被中共的权贵所窃取 而改革的成本 却由中国的百姓承担了 那些年 江泽民当局以改革为名 把很多负担 都转嫁到了中国百姓头上 新三座大山 也就是教育 医疗 住房 这三大民生问题 就是江泽民时期 搞改革而产生的 江泽民时期这些改革的目的 只是为了救中共 而坑害了中国 坑害了我们的子孙后代 教育产业化 给中国带来了 巨大的灾难和严重的恶果 尤其是对农村和农民 造成了极大的摧残 房地产业的极星发展 不仅对中国的百姓 造成了巨大的剥夺 而且对中国经济的走向 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尤其是对中国的制造业 造成了极大的冲击 直到今天 中国和中国的百姓 还在承受这些错误政策的恶果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在江泽民时期 中共当局对农民的压榨 极为残酷 迫使农民奋起反抗 大规模的群体事件 此起彼伏 强制计划生育政策 也对农民造成了极大的摧残 让很多人家破人亡 这一切都加剧了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 比路线问题更严重的 就是它对中国社会道德的摧残和腐蚀 中国社会普遍的道德沦丧 开始于六四北京大屠杀之后 虽说突破道德底线的是邓小平 而发扬光大者则是江泽民 六四北京大屠杀之后 中共的意识形态彻底失去了合法性 江泽民通过腐败治党 通过黑道治国 是整个社会丧失的道德底线 社会正义荡然无存 就这一点来说 江泽民无疑是中华民族的罪人 比六四屠夫邓小平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邓小平在世期间 江泽民的很多决策 都受到了邓小平的影响 他的成败得失 无疑都和邓小平有极大的关系 江泽民是八九年出任中共总书记的 但是他知道1994年之后 才真正用我的权利 那一年 邓小平的身体原因 已经无法再顾问正事了 在此之前 江泽民一直都受到邓小平的钳制 邓小平92年南巡 表示谁不改革谁就下台 很大程度上 就是源于对江泽民的不满 并准备撤换江泽民 正是在邓小平的压力之下 江泽民选择了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并走上了权贵资本主义道路 江泽民虽然在民国时期 接受了最完整的教育 对西方人民有相当的了解 但是他并没有超出邓小平的思想格局 在邓小平死之后 在他真正拥有了最高权力之后 他并没有意愿推动中国进行民主转型 让中国走上现代文明之路 尤其可恶的是 他领导的中共政权 于1998年10月签署了公民权力和政治权力国际公约 向国际社会承认 人人有自由结社之权力 然而当一批正义知识 发起组建中国民主党的时候 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共当局 却对他们进行了残酷的打压 将他们中的很多人投入监狱 施以重刑 对比来看 1986年9月 台湾135位党外人士 突然宣布成立民主进步党 也就是民进党 那个时候台湾还处在戒严时期 也就是说 那个时候台湾还有党禁 民进党的成立挑战了戒严令 但是蒋经国默许了民进党的成立 并在不久之后正式解除戒严和开放党禁 蒋经国知道这是大势所趋 对比20多年之后的江泽民 二人真是云泥之别 我们评价政治人物的标识 不应该是胡锦涛 更不应该是习近平 不能因为习近平的无知 无耻无能 无德 就容忍和认可江泽民的统治 江泽民虽然博文强技 多才多艺 然而他只有小聪明 而没有大志向 没有大格局 这注定了他 崇其量只是一个政客 而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政治家 政治因为江泽民缺乏政治远见 缺乏对我们民族前途的责任心 导致他所取得的有限的成就 也难以维持下来 比如他极为看重的 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从胡锦涛时期便开始被削弱了 而形成所谓的国进民退 习近平上台之后 更是变本加厉 民营经济不断受到摧残 中国的经济正在回归计划经济模式 另外 江泽民曾经成为中共和平移交权利的第一人 似乎对任期制的确立起到了特殊作用 因而为某些人所称道 而习近平对任期制的公然破坏 让江泽民这个作为变得毫无意义 中共的宪法 中共的制度 根本就禁不起独裁者的破坏 只要中国没有实现宪政民主 任期制就不可能得到保证 就不可能实现权利的正常移交 由于维持中共的独裁统治制度 江泽民时期经济上取得的一点成就 也没有能够使社会变得富裕 更没有让百姓获得最基本的福利 结果 只是让习近平的肆意挥霍 大撒币有了更多的资本 这儿的一提的是 在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中 江泽民表现的倒是很有权谋 在他匆忙接任中共的总书记之后 多数人都认为 他也只是一个过渡人物 显然人们低估了他玩弄权术的本领 他不仅成功的化解了邓小平的费力之心 而且还通过施展手段 干掉了杨尚昆杨白冰的杨家将 真正掌握了军权 成为了当时最有权力的人 此外 他还通过所谓的政治问题 经济处理的手法 打击了挑战他权威的政治局委员 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 巩固了他的权威 江泽民一方面纵容红二代和官员贪腐 以换取他们的支持和服从 另一方面 江泽民也不时的通过反腐的名义 打击政敌 以反腐之名打击整肃政敌 就始至于江泽民时期 江泽民在很多地方 确实是习近平的导师 他们二人确实是一丘之鹤 我们知道 习近平上台之后 毫不留情的清洗了 中共内部的其他派系 其中包括一些江泽民的爪牙 但是习近平从来都没有公开的 否定过江泽民 相反 无论是第三个历史决议 还是中国二十大会议 或者其他的重大场合 习近平在表面上 始终都还比较尊宠江泽民 毕竟江泽民和江泽民的亲信 都已经没有了权力 也就没有了危险 而江泽民对习近平的专权 乃至终身掌权的部署 明显是听之认之 乃至同流合污 所以 江泽民死后 习近平才给予了他极高的评价 把邓小平死后 所得到的那些伟大的嗜好 都全部照样给了江泽民 没有指挥过一次战斗的江泽民 居然跟邓小平一样 也获得了军事家的称号 孟夫子说过 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 唯送死可以当大事 在巨族而鸡的时代 死亡和葬礼有着特殊的意义 可以当大事 在家族中如此 在国家中也是如此 葬礼有可能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契机 这个情况 在中共的历史上 也出现过很多次 甚至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 比如周恩来的死 毛泽东的死 和胡耀邦的死 都被当大事 都随之发生了一些政治事件 只是江泽民的时代 已经过去很远了 他的政治影响力 早就微不足道了 当下一些人还怀念他 其实只是由于 他们对习近平的厌恶和不满 江泽民的死 应该不会对当下的中国 产生太大的影响 好 关于这个话题 今天说到这里 本期内容的文字稿 将会上传到小民之心网站 请朋友们前来浏览 最后 请喜欢我们这个节目的朋友 订阅 点赞 留言 转发 小民之心 谢谢各位 再见 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